消費電子庫存在調整 那AI股要起死回生了嗎? 沒錯!你可以繼續看我告訴你怎麼做 謝謝你們支持 要繼續喔 大家好歡迎來到財經急診室 我是愛麗絲 歡迎我們萬通國際的徐民修老師 愛麗絲好 顧客觀眾大家好 現在消費電子庫存現在在調整 那AI股現在的狀況有機會 還有來到另外一波漲勢嗎? 好當然有 好我再告訴你 其實消費電子 那麼我們一般來說都是在講手機 現在目前為止你看檯面上 聯發哥他是最主要就是在 有關於像手機方面的晶片 我們可以看 待會我們再來看說 聯發哥他現在最近他的走勢是怎麼樣 你就知道他們庫存的 他們庫存調整的如何 對 好因為大家現在最擔心的就是庫存的問題 每一年到了年底的時候 其實手機都有一波的買市 這樣的問題嗎? 不是有買盤 因為在聖誕節美國人他們最重的是什麼東西 送禮物 送禮物裡面有很多當然就是把盤到手機 這是非常大眾的一個禮物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東西 像AI AI今天有說到一個力網狂瀾 那怎麼樣來看呢? 你可以看到 那目前之前來說的話 現在不管庫存調整的怎樣 消化庫存 不管是PC還是手機 你可以看到 現在各大產 你看微軟他們要做什麼 AI晶片 對 對 那虧打不用說 他就是 他就是AI晶片的龍頭 超級晶片 對 還有 Intel 評估人家 他用什麼東西 AI PC 對 你可以看到 都是要用什麼東西 都是AI 我們台股其實引領 最近 我在這個節目 我一直告訴大家 你一定要注意哪些股票 待會我再告訴你 有兩檔 威盛 還有巨有科 那當然還有一檔微銀 那檔 現在是快1900塊 那比較貴一點 來我們先看 聯發科 他就是做有塊手機的一些晶片 那麼你可以看到 像聯發科這一波 你可以看到他從9月份開始漲 其實漲到現在 現在已經在910幾塊 很高了 那你覺得很高 我告訴你 他如果庫存調整 你如果聽到庫存調整完的時候 那時候才是最高點 他股票有機會破錢嗎 我認為是有機會 那麼現在目前為止 還沒有聽到說庫存調整完整 還有調整 我們股票市場就是這樣子 就是在 你是要買一個未來 對 持續漸進 你看到說現在 還在補庫存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到 現在也是一樣 還在消化庫存 是 消化快要完了 你看股價已經漲到最高點 你不要等到說 他們開始大量在 訂單出來的時候 來不及了 已經是漲過頭了 通常是這樣子 好 我們再來看 這張股票是聯發科的子公司 那之前我有送給投資朋友 那麼這張股票就是 你加Line 然後 Line 然後加1 打加1 兩個字 今天還有嗎 我再送給你 今天又加嗎 看了多好 還是可以再送給你 好 那威聖這一波 我們從 大概從這個節目裡面 從115塊 講到 想今天來說的話 今天這還沒收盤 164.5 將近 漲了將近50塊 大概是超過40% 還有另外擋股票 聚友哥 這個我之前 這麼前一段 這邊 這裡這一段 我已經有跟大家講過 那現在 從11月13號 我又開始 又加碼 我認為 我又看到了機會 那麼我在節目上 有跟大家講 這個是 他是說 他也是被 AI PC所帶領出來的 威聖也是 還有加上 AI 他不是只有做PC 他們也可以做伺服器的 當然他們就是做比較低 比較 屬於比較低階的 像ASIC等級的 聚友哥 11月13號 我建議你可以 可以多留意 可以注意 也可以買進 那 17號 就已經 漲停板 禮拜五漲停板 已經到235了 今天再漲停板 漲了23.5元 今天收258.5元 很高 短短的才幾天而已 從11月13號到今天 才12345個交易 總共 我推薦這樣子 那 推薦你來買 有買就賺到 總共漲了53塊 對 所以 這張股票好像 具有顆 好 那麼 這些股票目前為止 你要不要再追 我認為 你現在 已經漲多的時候 你就要稍微 對 還一下 好 那麼 微影 這個股價比較高 大概1840塊 那這張股票 那麼 手杯沒有了 不要追 如果有機會 我再來跟你說 買點 買點 好 這一波 像微影我在介紹 是1550塊 最高就漲到 大概 到1960塊左右 對 微影 好 還有這檔股票 17號 禮拜五告訴你 這張股票你要特別注意 因為年底 它是消費性IC的 消費性IC 像有關遊戲也是消費性IC 當然你可以看到今天 林陽繼續往上走高 好 那麼 聽完以上 所說的 那麼 現在目前為止 其實 消費性IC 你不能等到說 它庫存已經結束了 你才要進場 那就太慢了 現在IC IC其實很多股票 都引領了整個市場 那整個 你可以看到 都一直不斷在漲 那麼 那麼 你如果 當然 你要陸續來追蹤我們的節目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謝謝老師的分享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財經資訊 歡迎加入老師的Line 和Telegram 我們財經急診室 下次見囉 拜拜 煩死 每次下班前 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 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再到實地擇方產業 並在收看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收看 讓你賺金第二份薪水